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位法王居然可以自由掌控生子 在写下拜别文 目济未干之时 刹那缘迹 这一世间轰动了整个佛教界 那么这位陆东赞法王到底是谁 他是什么来历 他又是如何求道学法 一步步走来 最终正得生死自由的解脱成就 陆东赞法王是世界佛教总部主席 华藏寺第二任法王 全名H.E. 陆东赞尊者第四世 词人加措法王 陆东赞尊者第一世 乃是统一西藏 被称为西藏佛教之父的藏王 松赞干部的丞相 是到长安 赞尊者 乔在这位法王 写的几多大手印 必须要看懂的前党文中 有这么一段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修行人 法名叫慈仁家措 须名拥有第四世路东赞法王 在华藏天颇有之 由于多生业力的缘故 这几十年我经过法门封封语语无数 难以用语言文字可表说 我学过显教 深言过很多论著 如般若论六百卷 英明论 中观论 大乘解脱道论 菩提道次第广略二论 成为识论 百法名门论 治恶贱论 聚舍论 戒律论等等 对于经藏就更不用说 看过很多了 我入过密城 避过关 参过禅 念佛诵经 修过不少密法仪轨 深入过十轮金刚十万诵 提解他空见 后来 后来主修大圆圣会 确实获得了一些受用 但深知不足 于九五年 有缘在成都 见到第三世多结羌斧 经过听文开示后 我当下惭愧无比 才知道自己在佛陀的智慧镜上 照出的原形 是怎样的难堪 肤浅到了小学生的程度 所以当下 尽其拜到第三世多结羌斧 坐下为徒 陆东赞法王 学到羌斧传的行与法后 放弃了所有以前 学到的没有效果的法 专修羌斧所传 圣身佛法 正量突飞猛进 在2004年 圣义御佛法会上 七种弟子将九十桶御佛香汤 灌入莲池 此莲池自重七百多磅 再加进九十桶香汤 已重达四千二百六十桶 除非是大型其重鸡 普通人就算是世界大力士 也别想抬动 按照仪轨 须将御佛香汤 转至御天尺 与会众人纷纷上前 八人为一抬架 却无论如何抬不起廉尺 后有十四位身强力壮的男众 齐力而上 用尽全力 也无法抬起 注满香汤的 欲佛连池 此时 来自西藏 能使 马离巨石 腾空飞行的 阿寇拉摩仁波切 与路东赞法王 两人展现道理 各执连池一边 阿寇拉摩仁波切 持咒一句 翁阿哄 两人双臂启动 连池竟轰然而起 欲佛圣水被侵入御天池中 又是一句 翁阿哄 连池再次被二人抬起 伐水如银柱 侵入御天池 众人大惊骇然 目瞪口呆 限量大圆满的法 越过了大圆满心髓 越过了大圆满心髓诀窍 越过了大圆满深道六法诀窍 总之 限量大圆满法 是超越一切大圆满之大法中的大法 比如 葬礼大圆满法 至少要修十二年 才能有效果 甚至修得差一点 还没有任何感应 而限量大圆满 却是当时灌地 当时正经 所以才称为限量 即是现实中的量资 当下之量尽 陆东赞法王 接受第三十多节枪佛 限量大圆满法 进行灌顶 当下一小时内 便清见红光尽记 此后 每日 接入殊胜圣境 我终于受到最高佛法 限量大圆满法的灌顶 我是词人家错人波且 虽然身为陆东赞第四师 但是在我恩师 三世多节枪佛的弟子中 却是惭愧的一员 要说我神通道量高深 那是夸张的 要说我连一点观照力都没有 也是不实在的 在2004年的圣义玉佛法会 和2007年的金瓶制签法会 让我执法 都是佛菩萨和护法圣众 给我的恩赐 我算是很幸运的人 第一是 在藏王松赞干部时 由我入汉地 接文成公主进西藏 这一世又接 格一献荣公主等聚德法王 来西方历生 我认为多生累劫以来 这一世是最吉祥殊胜的法圆 我在三世多节枪佛 坐下学到的佛法 那实在是真实伟大了不得的 如果不是这样 我怎么会与阿扣拉摩仁波切 抬动4260磅的御佛池呢 那是14个大男人 丝毫也抬不动的 可以说全世界 也找不到两位大力士 能抬得起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佛法 这欲佛池就在旧金山滑藏寺 谁都可以去试一下看看 而且我的连岁在西藏的人波切中 算是一个常寿者 尽管如此 今世在世间的因缘到结束的时候 我想留下来也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 三世多节枪佛恩师 为我举行圣意内密灌顶 传了我限量大圆满的法 当灌顶传法时 我清清楚楚 见到了红光静观 而且世界上找不到 这样鲜亮明快的色调 从那日起 我随时都能进入光界 深入圣境 我注视的连岁增长了 留下来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能为众生行菩提道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只能说 感恩我的恩师 三世多节枪佛 以上所说完全属实 但愿一切利益有情 所有功德会向法界众生 如所写为虚构或有妄语 愿承担一切恶报 佛弟子 此人家错 2008年1月1日 金刚幻体禅 乃几多大手印 进行灌顶金刚步伐之一 为第一式多节枪佛 传于十方菩萨 成为正等正觉佛陀之至高大法 修金刚幻体禅 必须是十轮金刚 修到最高境界后 方有资格听闻这一 绝密开顶成就大法 金刚幻体禅之殊胜在于 其一 他可令修法者从灌顶学法到修法之至开顶 最多只需两个小时 其二 他与密宗普阿法开顶不同 普阿法开顶后神时无法再度返回肉身 而金刚幻体禅 彻底超越了禅控 开顶后神时出入自主 可以千生云游他方世界 上天入地或直驱佛国 亦可返回肉身 生死自由掌控 路中赞法王接受第三十多节枪佛 进行灌顶金刚幻体禅 法王这样写道 就这样接受佛陀师父灌顶 在一个时辰之内 让我们二人分别进入金刚幻体禅 头顶开了二指宽 不但肉皮肉层骨盖脑膜脑随全打开了 神时出入无碍 而且远程办事 病障现实 离体出修 把持安乐无碍 终于超越禅控 以前曾经所修的法 拼了命 想得到出神入化的 就是每一股 现在不想要 随处 随处超凡亮镜 神时空行无碍 这不是天地之差 这是圣凡之别啊 以前身体曾有的不适 现在突然都不见了 三脉五轮 心风开肤 这是陆东赞法王修进行法 金刚幻体禅前后 MRI核磁共振仪 老断层扫描 检测照片 可以清楚看见 开顶后 头顶大乐轮门处的 头骨 皮层和肉 脑髓 裂开 约一英寸宽 2009年 在一场法会中 情人们提出 金刚幻体禅 神时外用的事 第三十多节羌佛 对陆东赞法王说 你这懒禅子 什么也不做 你就给大家做一点事吧 当下陆东赞法王 合掌恭敬白佛宴 惭愧 弟子无能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神时外用吧 于是陆东赞法王 当场修法 展显金刚幻体禅胜利 神时外用取物 一颗金刚丸 被当众放入 绿色法波中 众人将法波 请入法杖 数十人 围坐法杖四周 目不转睛地 看住法波和金刚丸 不让任何人靠近 陆东赞法王 坐在 离法杖 约两丈远的草地上 修法 起法后几分钟 突然一道灵光飞入法杖 金刚丸顿时不见 就这样到了两丈远处的陆东赞法王手中 四座震撼 供噶珍波切 用自来水 开始清洗紫金桶 珠沙箔和银杯 为了防止 泊内被沉够污染 盖上水晶泊盖 现在摄像机拉近拍摄 透过泊盖 看到泊内空无一无 干干净净 只是屋顶的九盏电灯 印在博内反光 大家注意了 天龙八部 诸天护法 马上就要来到三藏四场空了 雷火风云扫电 倾洒弹长瓷标 大家马上会听到 大风吹来的声音 风啸雷鸣 滚荡卷起尘沟 雷火风云扫电 明天撑 小男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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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云扫地 线 大风云扫地 向你 珍费 高 公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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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东赞法王用杨柳枝 将七支圣水目撒加持 及心经说真谛首发纪念版的印章印仪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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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的佛教机构就有两万八千多个会场人山人海 创下香港宗教大会参与人数最高机会 郑亮早已收到行人们无比尊崇的陆东站老法王 赞叹第三世多结枪佛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终于姻缘成熟 在今年此时此刻 与其中行人见面了 这本无上珍宝的佛法经典 绝对给大家带来福费圆满 解脱成就 带来人类吉祥昌盛 圣界辉煌光彩 圣者日夜天真 土力六道众生 利益三界友情 震撼法界 2015年台湾菊行寺新建筑备委员会 邀请陆东站法王出任菊行寺方丈 7月16日 陆东站法王给菊行寺新建筑备委员会的信中 告知他不能担任菊行寺 因为他没有姻缘了 在2017年 一故圣德的文章 《我敢保证功德与罪义佛将甘露》中 引用了陆东站法王的原话 告诉广大行人 他等不到古佛寺奠基了 我陆东站辞人家处 根本没有资格做古佛寺方丈 任古佛寺奸怨都还不够格了 更何况我已经没有 瞻仰礼拜古佛寺的姻缘了 我虽然对生死有把握 但到了佛土再返回人间 我就没有把握 因为不知道阿弥陀佛 批不批准我返回人间 现身礼佛 除非拿摩羌佛恩师召唤我 如此有把握的遇知生死 是何等大法才能得到的成就 世界佛教总部 在2018年的第2018-0102号 回复咨询中说 今天总部两位董事 去请示法王 有人问法王什么时候原济 陆东站法王说 他是修第三十多节枪佛本尊法 成就了生死自由的 他会尽快把最后一成法修了 写下决定原济书就原济 不会耽误时辰 圣德族的圣德们听了 立刻进入择绝观照 发现陆东站法王已经圆满正达三段经后上宗位 不退地大菩萨 有人劝法王留下来弘法度生 法王说 有佛陀师父注释 我这样的正量怎么派得上用场 人生就是一场梦 早迟都要走 因缘合合 幻化而有 缘尽则散 算了 不住了 他还说 我的生死是我自己决定的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跟赵玉圣圣德不同 要靠佛菩萨定时来接他 2018年9月 陆东站法王 齐景佛陀恩师 拿摩第三十多节羌佛 修一场圣意的火坛大供 他说 用这最高最大的如来正法 来证明那些在社会上打着宗派传承旗号的人物 是凡是圣 是不是失传正法的佛教外号 这些带邪恶剑的人 他们在网上社群中 大力破坏诽谤 枪佛恩师的行与法 我们唯有这样 才能破邪显正 枪佛说 你错了 不能为了自己 让别人难过 我修不了这个法 就是要修 也只能按仪轨念诵而已 陆东站法王又说 就算不为佛陀恩师自己证明去修 也要为如来正法 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众生 悉灾起伏 为陆东站弟子我 齐请正法 圆满资粮而修啊 枪佛说 既然为整个西方的正法 大事因缘 为力众生而做祈福 你放心 这场法会要修 就算我不修 也会有据圣德来修 9月19日 一场百年难遇的 圣义火供大法会 在美国圣祭寺正式开坛举行 在众目睽睽之下 金刚佛母驾灵虚空 亲自点火 并将魔魂收往佛陀教皇 法会上据圣德对行人宣布 这场法会已经修了 法王陆东站马上要原济离开了 果然 陆东站法王说了要等的最后一场法会 就是这场法会 第二天 他便沐浴更衣 进入修法 在禅座前摆上写字台 笔墨 宣纸 涂改叶 给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 写下了拜别文书 当下作画圆祭 各个寺庙的僧女们 闻惜感到 法王早在最后落笔的刹腊间 毫不拘束 潇洒 圆祭 下面是陆东站法王写下的拜别文 拜别文 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恩师 弟子陆东站 辞人家措 决定圆祭 人生岁月极苦 奔走求道学佛 从师医治都尉 广清宣化卡鲁 顶过清者法王 撒家不共道果 勤修苦练无效 感恩佛陀师父 解脱手印无上 密传灌顶圣法 我达生死自由 限量见证为实 就此陆比离世 末迹未干缘迹 南摩 枪佛恩师 弟子 东站拜别 2018年9月20日 陆东站法王生死自由 正如拜别文所言 末迹未干 说走就走 涂皮后 获得摄粒坚固子 绿、青、黄、白、黑 史无前例的五色摄粒花 兼顾牙齿设立一枚 以表陆东站法王 所说如语实语 陆东站法王 一生都方拜师求法无果 最后一指 拿摩第三世多节羌佛 而得大成就 在铁的事实面前 一切诽谤重伤 皆不攻自破 法王的拜别文 以及他所展现的 生死自由 潇洒解脱的圣迹 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世人 当今末法时期 如来正法的真正所在之处 是拿摩第三世多节羌佛 所掌持的 如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只属于佛教 而没有派别的佛法 是当今世界唯一 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室内